两个月的猫要做好猫卧的保暖工作 无论是春天还是冬天都不能忽视 喂食方面要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且清淡食物为主 不要给用猫喂食成人的奶粉 会引起肠胃腹泻导致死亡 要选择专用的猫粮 喂食次数建议每天喂食三到四次 每一次保持很少的量 按照少食多餐的原则 按照规定完成疫苗注射 同时做到一到二个月驱虫一次 这样才能不让用猫受到寄生虫的感染 准备猫杀 尽量选择没有灰尘的猫杀 对泌尿系统有好处 准备用猫的玩具 两个月的猫需要有人跟它互动 给到用猫满满的安全感